這個市長 其實是無心的駕駛 金融市變成 它的一個大型的公關公司在經營 它用沙包壓草皮 可是事實上它的那個夾草皮 捲起來 收起來就好啦 這個颱風 我覺得就像照妖精一樣 它把整個市政府它的缺點 都照出來了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煙火 但是我希望 我好好上班 我好好日子是正常 受到山陀兒颱風環流影響 金融降下暴雨 多處發生淹水 金融市民怎麼看 謝國良市府團隊的危機應變呢 我們看大家怎麼說 金融市長 不太像我們區域的一個首長 他的市政沒有做得很到位 我覺得造成這次淹水 水溝沒清 可能市民看得到說 欸 水溝就是塞住了 就滿起來了 他後來有在新聞上講說 我覺得水溝清理的責任是 理長要負責 他很會在媒體放風聲 對我們都笑說 人家市長去看災 可是我們市長是出動網軍 網軍就會幫他在金融人日常啊 金融大升工那些粉絲也幫他洗地 我就是其實是一個金融市民 我希望問題能解決 他放假放的那個天數本來就不太對 晚上八點公布說禮拜五要上班上課 然後那天就開始一直下大雨 可是災情是在禮拜五凌晨傳出來的 你是真的體恤市民的市長 你可以臨時更改你的決策 我們都覺得你有很多補救的機會 半夜也在煙起來 甚至吐石油的時候 要封路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改變決策一次 通通沒有應變 我想很多市民都受不了 颱風架每個人都喜歡 他這次的颱風架放得非常的不開心 他可以這次新的放假沒有問題 上個禮拜我才從這邊騎摩車過來 其實水溝的味道也越來越重 但我們有想到這次的颱風 會是因為他的水溝沒有清 來舉高雄好了 他放了四天 他應不應該 我們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高雄市長做了一個決定 讓大家可以親家阿園 其實也可以考量這樣子的決定 我們不要講說 民進黨或者林又昌執政的時代 沒有聞味道 八年其實有改善 田療河的味道是有改善的 那為什麼這兩個禮拜 我怎麼聞到 我那時候念書的田療河的味道 非常不合格 如果你這樣子的 處理態度跟方法 那每個人都可以當市長 第三天 我們一直覺得 基隆到處都淹水 那小孩一直在問說 明天要不要去學校 媽媽就跟他們說 應該是不用 因為這樣子危險度很高 沒想到 小孩就是冒著風雨去學校 然後去到學校 然後去到學校 小孩的褲子 褲鞋全部都是濕的 完全沒有一點能力阿 其實水公有沒有聽好 問居民最清楚阿 我們真的都沒有看過有人來信阿 八年小孩都知道 沙發是用來擋水 因為它會吸水 它不是來 蓋草皮跟來擋土石流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 可以理解的 它的沙包放在那個草皮的部分 其實草皮這個政策就是有點問題阿 就當初就是一個錯誤的抉擇 然後要用更多的時間跟能力去 補這個破洞的感覺 我覺得它很沒有Sense 就是反應跟決策 有點天真浪漫的感覺 那個快樂年輕人的 快樂的成年人 還沒有出社會的感覺 對 很快樂的一個 成年人 在我看來第一天放假 他原來是為了救他自己的選情 那種感覺 比北北基 好由基隆最先宣布他要放假 接連的影響了其他的縣市 基隆在第三天還是有 積水然後土石流沒有清完的時候 他卻選擇說 我們就是正常上課 網友在詢問說 為什麼第三天不放假的時候 他才說 有需要的可以再請假 沒有做好一個防台的準備 再就算了 他還後續的上後都沒有做好 對基隆人來說 我覺得不是一件好事 覺得有點誇張 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天氣突然間覺得說 要讓大家放假 我們是一頭霧水 等到第三天 真的很慘 因為像我自己要通車到台北 我那天一樣的時間出門 但是是兩倍的時間才到達台北市 我搭公車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整車的人都很生氣 家裡有點亂 你都要親啊 完全沒有時間 你就莫名其妙又要上班了 整個決策的過程 該放不該放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如果今天天氣狀況真的很差 那我們就覺得 我們就乖乖在家嗎 可是如果說天氣狀況很好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覺得 颱風假很棒 因為太多的事情了 你還要處理善後 搞不定處是什麼情況 他上任以來 其實他根本沒有在思考 哪些東西是你要花心思去處理的 我覺得正常的市民 如果你用點腦筋去想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煙火 但是我希望我好好上班 我好好日子是正常的 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這個颱風 我覺得就像照妖精一樣 他把整個市政府他的缺點都照出來了 謝國良市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 其實基隆四面環山生活在這裡26年的人 就是他所謂的基隆四面環山 其實基隆是盆地不是丘陵 這一整個大家對於地理知識 這整件事情來講 都是一個很荒謬 我們家雖然是山坡 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水溝裡面都是 沒有清的 希望可以早做預防 而不是說事後再來處理 這是基隆第一次這麼大的煙水 颱風天的前一天晚上 那個市長居然沒有說他要成立應變中心 而是隔天早上才說 而且還是在大家之後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市長 我坐在這個位置 我就要為大家為這個市民做服務 但我從他身上完全沒看到 他沒有在市長的這個角度上 他都還在立即 他都在先想到他自己 但他沒有想到說 其實真的市民所需要的是什麼 可以想得到我們的市長 而不是都想到他自己的市長 最後一天就是 那一天其實應該是要放假的 因為很多的家長跟學生 他們都是涉水到學校 全身都是濕的 而且這一次的颱風 的水其實是很 水汁是不乾淨的 然後很容易造成 小朋友的那個皮膚上會有問題 不該放假的時候就放 真正的土石流來的時候 沙包是擋不住的 這個聽起來其實也是滿荒謬的 他服務人工草皮的地方 是用沙包壓那個人工草皮 不知道問題點是住在哪裡 對這一般的市民應該大家都會有這種感覺吧 印象中是禮拜二晚上宣布說要隔天放假 但是隔天的風雨預測我印象是沒有達標的 所以當天畫得大家都很錯愕 禮拜是一整天其實基隆的風雨都開始有了 造成了一些宅海嘛 淹水然後土石流等等的 那禮拜五沒有去過放假這點 欸他在做決策上面是不是他太沒有自己的想法 他用沙包壓草皮 可是事實上他的那個夾草皮捲起來收起來就好啦 他有跟大家講說 災民如果有需要可以去跟區公所領沙包 但大家到了現場才發現沒有人上班 沒有人登記可以讓災民拿沙包 沙包拿來當土石流這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idea 有里長或者是其他地區裡面 都有反映水溝沒有清 我居住的地方也有這樣的情況 對就是水溝裡面都是雜草 這個市長齁 其實是無心的基隆 不管你今天有帶來喔 不來喔 你基隆淹水淹敢 你九點再來上班 甘味太公子哥兒這樣嘛 十幾年不可以淹水了 那這樣太離婦啦 這就是因為你沒有清水溝嘛 這沒有清水溝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整天就找在你們那裡 國民說的東西在那裡基隆 我請問一下 你無心你在基隆 你就比較快下來 十歲十三齁 寬寬的你比較快下來 比較不會那麼艱苦啦 先放了一個無所謂的颱風架 然後禮拜五明明最嚴重也沒有要放 大家都淹水然後要去上班上課 然後有人因為退水 積水在那邊 然後起側解島 處理嗎還是不處理 他都沒有正面回應啊 還是他都不知道 他的幕僚都沒有告訴他 發生了這些事情 下面的螺絲都已經鬆了 後面那兩年 因為他快做完兩年了 我們也要罷免他了 他就是真的不是任 當一個市長 要能夠了解他本身被副移的權利之外 也要知道他該承擔的責任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市長 來幫助大家 讓大家好好真正的過好大家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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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